我剛剛繼續講到LVCVD的高溫質疑似 好 所以介紹完LVCVD之後呢 要跟大家強烈中對的就是PCVD 那PCVD也是在抑壓的環境下 只是它的壓力沒有到LVCVD的問題 LVCVD要到0.1到1之間 而PCVD是1到10之間 它的壓力比LVCV高一點 但它的優點是什麼呢 第一個它壓在裡面的B 第二個它有電加會產生自由性 自由性會增加滑球產生速度 所以PCVD可以在比較低的溫度 就可以達到高的成績速度 就是因為它有自演器 那BCE的槍有已經看過非常多遍 那接著就來講 整個CVD當中 最care最care就是階梯覆蓋 State coverage 一個CVD呢 在成績的過程中前輩講過 CVD是什麼 原材料跑到基板表面 然後呢它會開始移動 它會開始移動 那重點原材料跑到表面 在移動的時候 遇到產生化學環境形成 而這時候呢 你會看到 木板就像這個樣子 好 前面講過 到達角度越大 arrive angle越大 譬如說這個點 這個點原材料可以過來的 高達角度高達270度 所以它可以接收到原材料越多 所以它這邊反應的量會更多 所以成績跟木木比較厚 反正這裡原材料片過來的 到達角度只有90度 所以呢 這裡的原材料可以來的 所以木木會比較多 而在平面上呢 平坦區呢 到達角度是180度 所以這裡的厚度會比90度來的厚 但又會比20070度來的 薄一點 薄一點 所以就會產生這樣的形狀 使得什麼呢 到達角度越大 的木木會越厚 到達角度越高 的木木會越少 那如果乾燥這個特性呢 就是要從剛剛講的 表面切移力做什麼 如果今天你的 你的 原材料它的表面切移力很快的話 它就算這裡到達角度大 它也可以很快的往其他地方流動 當其他 當原材料很容易在上面流動的時候呢 這個木木的 這個木木就會越均勻 木木就會越均勻 所以你會看到 如果在上面的 跟在側面的 厚度就會不一樣 而一般來講 整個CVDF最K的就是什麼呢 最K的兩個地方 第一個是 平面跟垂直面 它們到達角度都是180度 但是一個是上移面 一個是側面 平面跟側面的厚度差 這是低度的K 第二個是什麼呢 270度的地方呢 這地方會特別厚 凸出來的這一塊 你是更為旋圖 這個旋圖呢很重要 因為這個旋圖如果很嚴重的話 最後這個洞會被封起來 因為這兩個旋圖 靠在一起的時候 這上面的洞口就被封住了 只要一被封住 後面的原材料就進不來 那這裡就會留下一個 孔隙 因為原材料進不來 所以這裡面的好多部分增加了 所以一般在CV成績的時候 如果你的結構 是很密集 然後這縫隙很小 最害怕的就是這個旋圖 把上面的孔隙給封住了 原材料進不來 這裡就會留下一個空氣可口 那這是光 我們希望可以達到什麼呢 希望可以達到 第一個 沒有旋圖規模子在一起 要兩個都擋開 第二個 側地的厚度跟表面的厚度 盡量可以保持均質性 就是一樣比較好 那整個就稱之為階梯覆蓋 就好像這一點 那有一個step 整個階梯覆蓋好不好 一般來講 希望很完美的是 從樓到尾的厚度都一模一樣 是最完美的 我們最希望的就是 這個的厚度跟側地的厚度跟上面的厚度 希望三整都要一模一樣 但是這很困難 為什麼 因為最常看到的情況是什麼 基板是一個材料 這個結構是另外一種材料 而材料跟材料是不一樣的 同一個原材料附著到基板 就附著在結構上面 因為這兩個材料都同 它那條表面的切衣自然也會 有些許的不太一樣 其實是相同的原材料 相同的原材料在不同的材料表面 它跟表面的切衣也會有些許的不同 所以我都是覺得第一想說 還是半分之半的階級覆蓋 但實際上一定會有點差 一定會有差 在不同的基材材料上面 它的表面的切衣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看 整個CMP的階級覆蓋 也許絕於到達角度 來 Ariven Eagle跟原材料表面的切衣 如果Ariven Eagle越大的 原材料可以到達的比較多 它就成績比較好 但是如果你的表面的切衣夠壞的話 表面的切衣夠大的話 既你這裡跑上來了 吸附外還可以馬上了 然後又會側直到跑掉 使得什麼呢 這邊的厚度就不至於過於累積 所謂累積就代表什麼呢 原材料到達這邊跑得很慢 而另外的原材料又過來了 它看來不及跑 它就形成薄膜了 來不及跑就形成薄膜 最後這裡就越來越厚 越來越厚 但是如果還有吸附 就可以馬上移動很重的話 那它這裡累積的厚度跟旁邊的厚度 差異就有可能不會太大 所以呢 影響接衣覆蓋的最主要就是 第一個 到達角度就跟你的表面結構壞 表面形狀壞 第二個就是表面切衣 表面切衣跟你使用的原材料壞 跟你的原材料的選擇有關係 那到達角度可以靠手控制呢 你可以藉由十顆製成來控制 比如說原本動很小的 我可以故意怎樣呢 用十顆的過程把上面的洞大 比較大一點 那這樣的話呢 動越大 但第一個它要塞起來越來越不好塞 以及第二個到達角度會比較小一點 這樣的到達角度是 兩百七度 而這樣的到達角度呢 就小於兩百七度 這就叫兩百七度 因為這個頓角 這個角度大於九十度 它剩下的角度就會小於兩百七度 所以一般 一般在做康佩的時候呢 在做十顆的時候 比較refer的形狀 不是自己的 比較refer的反而是有點開口 也有點開口 你可以確保上面的開口比較大 比較不容易封住這個洞 第二個開口越大 腳步越斜 這個到達角度就會 比較小一點 到達角度就會越小 到達角度越小一點 就比較不容易發生卻浮 所以一般在相配十顆的時候呢 都會十顆出這種 taper的形狀 比較tiny的形狀 就是怕會有懸凸 因為懸凸的產生 就是因為到達角度效率 跟欠移率不好 所造成的 所以懸凸會由於 比較大的到達角度 長得比較快 就會產生懸凸出外 那突出霧痕 就會蜂蜜和間隙的孔洞 因為間隙的孔洞 很快就被封住 封住之後呢 後面就會形成孔洞 後面的原材料會進不去 好 就像這個樣子 你在成績的過程中 這裡的選圖越來越重 再繼續長大 長大感覺 兩個要merge 一merge之後呢 這裡的孔洞 就形成 好 這裡的孔洞就形成 而孔洞的形成就會造成什麼呢 你原件的良率跟可靠路可能會出問題 所以如何要能夠解決這個階梯覆蓋的問題呢 第一個做法最簡單就是這樣的壓力降低 降低壓力同個時間上面 空氣分子會變得比較少 壓力會代表什麼呢 從這個槍體內的氣體分子會比較少一點 比較少的話呢 它的大麻角度大 雖然來得多 不是至少量度比較少一點 因為空氣分子數量少 空氣分子數量少 原材料的平均自由路均就可以增加 代表什麼呢 它比較不容易遇到 原材料平均時間比較不容易遇到產生化學反應 就等於是我吸入之後呢 你還要有一段時間去找 找到你的另外一半在產生化學反應 它可以降低什麼呢 降低反應的時間 增強反應時間 增長反應時間 增長反應時間 所以在它反應之前呢 它還有時間移動 所以壓力降低 是為了讓空氣分子變少 原材料的密度燒焉 使得其實在西部代氣球表面 它也不至於馬上又會發作反應 因為分子少 所以呢 代表它就附著它還沒有遇到 一個要拉致化學反應的原材料 它就還需要移動增 降低它碰到化學反應的氣味 讓降低原材料跟原材料到之間 因為數量少不容易提到 所以反而給它時間讓它跑 所以降低壓力就是降低 降低壓力就是增加平均自由路徑 增加平均自由路徑 增加平均自由路徑就是讓它怎樣的 在控狀之前 在材料跟材料控狀之前 它可以走的距離比較長 那它就比較穩定 累積在土地的地方 它就可以比較分散 所以 堅定覆蓋率要改善 第一個壓力降低 第二個什麼呢 改變大大角度 就是施科的過程 把原來很垂直的洞 施成比較平直型的 比較大開拖一點 來減少少來高度 那主要 其實最重要的關鍵點 是一個表面簽譽 所以最好是找什麼呢 直接找高表面簽譽的原材料 高表面簽譽的原材料 因為我剛剛講過 同樣的測量它很多 你可以選擇 Silen加O2 Silen加O2 也可以選擇Tios 而Tios的表面簽譽 會比Silen加O2 或Silen加O2 那還有就是這裡壓力 你會看到 長壓很醜 低壓可能比較好 比較好 那如果是高表面簽譽 那就是晚幾 因為表面簽譽不好 所以才選擇Tios 只要你的表面簽譽 是好的 你不用開Tios也可以 但是問題是 沒有那麼好的長壓表面簽譽很好 所以基本上都要在Tios操作 如果你還選擇了長壓 哇 你就被人瞄署了 像到達角度大的地方 撲出來 導入小地方凹線下去 最後變成你的老鼠的形狀 就變成這樣子 就變成這樣子 所以為什麼要抵押 為什麼要介遞複賴力 為什麼需要很高的表面簽譽 就是為了 State coverage的形狀要改 而表面簽譽是有什麼決定呢 主要是從原材料的化學性質有關 那當然也跟你晶圓的表面溫度有關 因為最終原材料是新的晶圓表面的 所以他跟你原材料的材料特有關 也跟你晶圓表面的溫度有關 那還有一種辦法可以讓他表面簽譽很好 是什麼呢 邊沉積邊攻擊 表面簽譽差裡面講的是 而我原材料附著大清延表就厚 我就好像被吸住沒法動一樣 這樣還是被他的方便簽譽又不太會移動 只要讓你移動呢 我產生的過程下 我加一個比子空襲 一加一个比子空襲 這個原材料就不會被 새在別處 他一被空襲之後呢 就可以提供能量 讓材料從表面的地方施放 再進步地移動 就像有東西病區 沒像吹上去一定前有動 轟它一下 被施放出來 被撞出來之後 他會再跳一陣子 就是用粒子縫起來輔助原材料 讓原材料不要固定在那個地方 倒起來 就好像邊這那裡 打他把進捷打亂 讓他可以繼續移動 讓原材料繼續移動 增加黃金線的粒子 好 那直接就舉個例子 原來在沉積的孔隙是很垂直的 怎麼辦呢 我們就是這樣很會產生的懸弓 所以就要把開口加大 所以一般都會用亞歷茲劍 故意把開口打打亂 開口打打亂就不會產生懸弓 就很容易這樣沉積上來 所以一般而言在做間隙 在做這種間隙很小的填空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邊沉積邊十顆 再沉積再十顆 只要是道達角度大的地方 我會轟起的時候也會轟得比較大 那道達角度小的地方 轟起的就會比較小一點 因為道達角度越大 代表什麼呢 他接收到的離子 轟起也會比較容易 所以最常使用的辦法就是 利用這種 一邊沉積一邊十顆再沉積 我沉積沉積 欸 道達角度越大的 雪珠要出現了 我就停止沉積 我又轟起 轟起把雪珠出來的地方轟掉 轟掉之後再沉積 然後再沉積再沉積 所以就會變成這樣 沉積 通積 沉積 這樣子的過程 那如果你的運氣很好 選到一個表面牽液越很高的原材料 那心力不過就會有很好的階級覆蓋 你可以看到整個薄膜的厚度都保持得很均勻 並且比較會有旋律 並且比較會有旋律 不會有旋律 就比較會有好的間隙前沖 那高密度電降就是用這種造型來講的 邊沉積 邊瘋積 高密度電降的化學技巧成績稱之為HBBCBB 它是在很低壓的管制下 高密度的電降可以產生很重的臨時攻擊 因為電降密度越大 它的翹層電會越大 翹層電越大 臨時攻擊的強度也會越大 它可以不斷地削除旋律的成績 保持你的開口是傾斜的 就會讓你到達腳步比較大 由底部成長上 就變成這樣子的形狀 你會看到原本是這樣的間隙 越成績越上 越成績越上 後度越高 那你會看到為什麼這兩側都沒有成長 因為在成長過程中 兩側都會一直攻擊 會消掉再成長 再消掉再成長 所以商人的形狀都不太變 因為會被消掉 會被消掉 那什麼來決定表面千里律呢 原材料表面千里律主要是 受到它吸附力的左右操下 一般原材料一倒到公園表面後 所以我們產生吸附有兩種吸附 一種叫化學吸附 一種叫物理吸附 化學吸附吸附力很強 吸附力越強就代表表面千里律會越長 因為吸太緊了它就比較不太會動 那吸的弱一點的話它就比較會挺動 所以物理吸附的表面千里律會比較好 化學吸附的表面千里律就很不好 你就不需要一斷 所以你會看到化學吸附指的是 雞半導致原子溫接吸附的原材料 形成化學環境變成化學劍 化學劍很強 所以化學吸附的表面千里律就很低 所以你必須要靠一磁磁磁磁磁 來破壞化學劍讓它從表面釋放出來 它繼續移動形成表面千里律 所以化學吸附的原材料 它的表面千里律很差 所以出來階級負擔就會不好 反之物理吸附的原材料 它的束縛能就比較弱 它的束縛能就比較弱 化學吸附的束縛能很強 物理吸附的束縛能比較弱 所以它比較容易抵動 給它一個弱的人它就可以抵動 所以物理吸附的強度比化學吸附的弱 只要有400度的加熱或是部分的小磁磁磁磁 就可以讓大量的物理吸附的原材料 可以表面釋放離開幾百兩米 所以我們要找原材料的侵量是以化學吸附為主 好 而在所有材料體面當中呢 最常看到的就是Stylate 甲網 為什麼呢 絕緣成的SIO 氧化系 蛋化系 阿斯奈船 或者是半道理材料的系 所用的原材料呢 絕大部分都會用夾板 STIH4 而夾板非常好用 為什麼呢 因為信心間接很固 信心間接很固 只要你還一點墊加power 或是給它一些溫度 它就會產生裂擊 產生裂擊就會釋放出 失靈痕出來 而它的缺點是什麼呢 首先 閃電很容易高溫分解 或定量分解 成SSH SSH 或者SIR 這些都是怎樣呢 活性很高的自由性 化學活性很高 因為它這個氫件很容易斷掉 斷掉之後就有個不完美定期 不完美定期 不完美定期的化學活性就很強 因為它就很強 跟別人產生反應形成的間接 所以呢 它產生的化學吸附跟化學件就很容易形成 那就很容易變成化學吸氏跟化學件 所以是甲烷的表面欠率很高 所以甲烷 以矽烷 以矽烷出錯 是矽烷就甲烷 以矽烷為主的界電子骨末呢 很容易在階梯的角度產生旋骨很差的階梯覆蓋 所以使用SIRENC矽烷的材料 所沉積出來的末末呢 它的階梯覆蓋不好 所以要嘛就是你直接沉積是一個平坦 沒有形狀的表面 要嘛就是孔系比較大一個的 形狀的表面結構 否則的話 只要你要做填充的話 用矽烷帶 C碗 C碗很容易紅 這樣增加 所以如果今天你要沉積的絕緣程 是二氧化性的話 你又要表面欠率好 就不要選擇C碗 不要選擇SIRENC 而選擇什麼呢 TILS 四以氧基細碗 四以氧基細碗 四以氧基細碗是什麼呢 你有沒有看到 四以氧基細碗 你看它就是這樣的形狀 旁邊都沒有斷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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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跟這個高分子材料 吸附到靜音表面之後 它是物理吸附的形式 因為它本身沒有任何的斷腱 所以它跟SIRENC一結合是個物理吸附 它不是產生化體電腱 它是物理吸附 在旁邊的全部裂體 變成氣胎的副產物 這樣留下二氧化氣氧 而TILS在室溫的時候是滴體 所以一般會不會加熱 氣化拉成之後呢 變成氣氧原材料 才會通到入管裡面 TILS很難得欠率好 所以照理來講 如果你要沉積的是二氧化氣相關的材料 就盡量去用TILS 但是TILS跟假 不是假碗 是矽碗 假碗跟矽碗 我們口誤 矽碗 差別什麼呢 矽碗很便宜 TILS比矽碗很貴 一分錢一分多 TILS比較貴 所以你用TILS來沉積二氧化氣 你的成本會比使用矽碗還得到 傳統二氧化氣是用矽碗 加上N2O或加5 但是它的成本 比TILS低 TILS比較貴 但是這TILS的建立負擔比較好 所以就看你口袋 需不需要發生一些 那TILS是液態的 所以要先把它加熱 加熱就可以用什麼 用熱包 什麼熱費是氣泡吸收 就不理它 這邊就有心 不管是哪一種 說創就是要把它加熱 把TILS從液態加熱成的氣態 氣態要再收到反應 長期裡面去 就有點像是我們在加熱池 講那個Poco PoCl3一樣 PoCl3 Poco 在示威的事情看 你也是要把它加熱 然後再通個小蛋 就是載入氣 載氣 然後把它吹出來 然後送到 乳館裡面去 TILS也是有這種做法 第二個 影響到表面嵌癒的 除了吸附力之外 他講過吸附力分為 乳液吸附跟化學吸附 另外一個就是黏腹吸數 黏腹吸數 其實他跟前面講的那個 什麼 物理輸入化學屏附 有點雷同 其實講出來的就是什麼呢 就是吸在表面 總不容易黏腹出在 肌膀表面 那 黏腹吸數月負就代表什麼呢 就好像這個東西 它黏力不好 黏力不好 一黏上去 它黏得不緊 黏得不緊 表面吸附力就比較高 黏腹吸输 黏腹吸數 你也在講黏腹吸數 黏腹吸數 我們前面講的那個 吸附力是原力 但是最後換算出來是 黏腹吸數 吸附力是影響黏腹吸數的其中一個條件而已 所以產生化學健的 表面吸附力越強的 黏腹吸數就會越大 黏腹吸數是一個最後總和的結果 我认为你可能还打离子嘛 打离子弘击嘛 所以呢可能是什么呢 原材料加离子弗击 可以让它吸附力变小 而吸附力变小 是来自什么呢 可能是离子弗击 而材料吸附力可能很强 吸附力强 粘腹吸数就很大 但是你打了离子弗击 就会让粘腹吸数降低 所以材料的粘腹吸数 其实就跟前面讲的 吸附力有关 而 细碗的粘腹吸数 呃 细碗纹色的粘腹吸数第二 当然是它只要裂解出来的 不完美间接 或只有粘腹吸数就很高 这就有差 所以代表什么呢 我们希望冲进去的细碗 不要在冲进中就裂解 SRI和SRI 我们希望它是怎样呢 扩散到清源表面 还是以细碗的形式 因为这时候细碗还是完整的间接 一个细配四个清 它还是没有关键的 只有你细碗的 分子的结构 倒置清源表面 然后呢在表面移动 然后再经过热的裂解 清出去 形成SRI和SRI 再停在表面 很可能 但是如果你温度太高 就会有这个缺点 它在空气中就裂解成这样的 再吸不到表面的话 你前提覆盖率就不好 所以影响到前提覆盖率的 除了压力之外 温度也很重要 因为温度也有影响到 你通进来的原材料 你看 细碗的领域系数低 可是一旦它裂解之后 产生出来的SRI和SRI 领域系数就很高了 所以电家所产生的这个领域系数就很高了 所以呢你就知道 如果你使用的是PECD 撞出了很多自由级 自由级就是 轻轻下的反应 所以PECD的静性负担率 可能就不会那么好 PECD的领域系数就不好 除非你没有PECD的变中 你还可以让额外的领域攻击 那才有机会比较好 好 所以 选择适合的原材料 TOS跟WF6 领域系数的第一项 不要被线意越高了 所以 TOS的氧化物会比 SRI的氧化物更高了 接近覆盖率 有一个接近覆盖率 自然就会有比较好的铁充能力 因为你看我们以后的到间隙里面去 好 这就是两个铁充能力 这个就是使用GOS 原材料成绩出来的 这个使用的是细碗 长出来的 你们会看到 利用GOS出来的 接近覆盖率比较漂亮 利用细碗出来的 就会有这种 无形的旋徒出来的 虽然这个也不错了 也不错了 但这个更漂亮 所以你看 不同的原材料黏附系数不一样 你是完整见解的时候 黏附系数是最低的 是最好的 可是当有不完美见解的时候呢 黏附系数就会高起来 化学活性越强 黏附系数就会越高 黏附系数就会越强 黏附系数就越强 它的表面清零就会越黏附 那GOS的WF-1 它的黏附系数都很像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 完美中心的分子 它不会产生化学系数 它主要是终碗附系数 所以它会有很好的 接近覆盖 空隙点生的黏附 再来讲到的是化学反应 整个CDD的化学反应数据 主要由谁统治呢 第一个是活化能 不同的化学反应 需要有活化能 第二个影响就是什么 温度 第二个就是制程温度 所以你会看到 温度越高的 这个反应数据就越快 或者说活化能越低的 反应数据越快 活化呢指的就是 你需要产生这个反应 你所需要的能量 你要产生反应 你会需要能量 而产生反应所需要的能量越低 就越容易产生反应 你要产生这个反应 需要能量越高 就代表越会容易发生反应 所以活化呢是一个产生反应 从原材料 要变到大学反应形成 副产物 所需要跨过的能量差 原材料稳定状态 你没有给它能量的时候 原材料本应是直接不会产生化学反应 你必须要给它能量 这个能量哪里来 温度 只要给它的温度够高 让它原材料获得 高于活化的能量 它就产生化学反应形成不产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活化的原因 化学反应就越容易 化学反应越容易 它就容易形成不产 所以感变温度可以影响很大的化学反应数据 温度是我们影响化学反应数据最直接的参数 温度越高化学反应数据就越快 温度越低化学反应数据就越慢 而前面刚才讲过整个CPT的过程是什么 原材料进来 它要先扩散到基因表面 在基因表面吸附之后呢 它要等它产生化学反应 所以这时候就来了 当弯度是伯末的沉积数据 取Nature Log S走出温度的导出代表什么呢 这里是低温 这里是高温 弯度比较低的时候 化学反应数据 代表什么呢 我原材料都已经吸附到基因表面了 但是我的伯末 还没有产生 我的伯末产生靠谤的化学反应数据 代表什么呢 我来了很多客人 但是我没有 我的反应数据慢 我是慢 我要成长迫末的 反应数迫末的数据慢 即使你原材料都到了 但是我的反应数据慢 使得怎样呢 这时候我的反应数据低 我必须要提高温度 温度越高 我的反应数据就会线性上升 当然 承计数据是取Nature Log 外产生听得到说 可是当我的温度够高之后 变成什么呢 你会看到这时候的 这时候你的伯末成长速度跟温度就比较不明 为什么 因为当我温度够高的情况下 我化学反应数据很快 变成怎样呢 你来一个我就杀一个 来两个我就杀一双 变成 我已经反应完了 你下一刻 你下一刻才能还没到我这边啦 我根本没办法把温度够默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是我的化学反应数据已经很快 而影响到我化学反应数据 影响到我卧成的速度就是什么呢 你的气体的供应 也就是你 你气体通筋 你的原材料通筋相比之后呢 它会次量传输 你就怎样 气体分子会扩散 扩散速度会影响到我的成长速度 而不是化学反应 因为我温度已经够高到 我只要你碰到这个气体 这个气体一来到今天本病 我会把他反应掉 先有多多 我的反应速度已经太快了 那这时候影响到我速度 也就是你气体来的速度 你气体来的速度就影响到我的反应速度 结果有这样的区域 温度低的时候呢 我气体就像到了 我会来不起反应 温度越高了 我反应很快 快到说我已经纯末都吃完了 你后续的气体还没了 那再高游会怎样呢 温度再高一点就会出现 很不想要的现象是什么 我们前面讲过 我们希望原材料吸不到气源表面 才发生化学反应 可是如果有温度高到枪 有温度太高 温度会帮助怎样呢 我气体冲进去 它就在空气中 就产生化学反应 形成为例 就变成污染物 它的果果就不是在 气源表面产生 而是在掐体内部 就产生了 就有整个不连续的 或是不连续的颗粒 最后就会污染整个 chamber 污染整个胃盒 形成了很多的 这叫做气象成合区 因为在气态中 它就已经成合了 不是放气溫表面才成合 所以你会知道 表面反应区 是因为化学反应数据太慢 跟不上原材料的 破散数据跟吸附数据 所以原材料就会 累计在气源表面 等于反应 因为你的反应太慢 所以要怎样才增加 你的反应数据呢 你就要靠你的表面 化学反应数据 也就是要增加温度 增加温度才可以增加数据 所以你要看到 整个沉积数据 或是化学反应数据 的沉上一些其他的因子 分别是什么因子呢 吸附力 吸附材料的吸附力 跟什么的材料的浓度 有关 所以表面反应区域的时候 沉积数据的温度很敏感 因为它主要是取决于化学反应数据 所以一般的吸附力在成长的时候 会不会选择筹在这个区域 基本上不太会选择筹在这个区域 因为这个区域对沉积温度很敏感 代表什么呢 你的不管的温度只要差一点 数据就会有差 那沉积出来的浓墨呢 每一次度出来的浓墨的厚度就会不太一样 因为温度差个两三度 低个两三度 你讲到化学反应数据太多的话 那你每一次成绩出来浓墨的厚度可能就会不一样 代表什么呢 制成无差的比较慢 所以一般如果成绩不会选择核在表面反应控制区域 反应控制在第二阶段 比较不敏感的区域 那这时候就算温度出现人类润 你厚度或成绩数据的人类润也很像 这是为了稳定 活墨稳定 所以一般都会控制在这个区域 质量传输区域 质量传输区域 是表面的化学反应数已经很坏 所以我活过的行程被谁卡住了 被卡住在原材料的系组 我表面化学的数据很高 所以化学原材料只要一系组到7年 自己表面就马上才能反应 所以我们必须要等什么呢 成绩数就不再选择于表面反应 只是选择于什么呢 化学原材料什么受验啊 什么受验扩散 经过编输区域 行不到7年表面 就会变成这样子 在持绩数区域 成绩数对温度就不一样 对温度就不一样 所以呢 对自成膜墨厚度的控制而言 这个区域是膜墨厚度 厚度比较好控制 但它的缺点是什么 化学反应数率就代表什么呢 它的表面迁移率 表面迁移率就不好 代表什么 因为它一大表面就被化学反应掉了 所以呢 温度越高 阶级覆盖的话 阶级覆盖的话 所以一般的就考验你们自成统命 所以一般的也呢 如果今天要搞高满度挑战 你需要表面经济覆盖好 你的温度就会降低 而温度降低呢 它又 薄薄的生成速度又跟温度很明改 那就取决于什么呢 制成的人 设备的人 温度控制要很精准 才会稳定的保持一定的品质 所以呢工程师不好发 但是 代表要求我要经济覆盖好 那根底机制 经济覆盖要很好 你的制成环境就要很稳定 温度就要很稳定 或者出来红墨的后部就会很稳定 所以这些都是 这些都是不好控制 就是这样子 温度很低的时候 对温度很改 但是阶级覆盖会比较好 温度很高的时候 沉积速率很稳定 额烟很快 对温度不敏感 但是速度很快 代表什么 它阶级覆盖就不好 太快反应来不及让它 沉河移动 或是吸附后移动 我没有什么自己给它移动 所以 大部分单电晶圆的反应 设在质量传输区 因为 因为控制的温度 跟控制气体的温量比较起来的话 控制气体温量也控制温度不容易 因为枪拟 因为枪拟的温度在控制的时候 说实在要看你的灵感度 你温度可能差个一两个 可是气体温量差一点会差很多 所以 化学反应器大部分希望稍后在 对温度比较没那么敏感的质量传出去 因为都认为控制气体 控制温度还要来得容易 那 在过程中呢 你会产生许多 裂解出很多的化学自由 进来 整块化 化学反应速度 如果你有电降的话就能 那 所以如果要同时达到 你是处在质量传输区域 又希望温度低也 怎么办 那就是 就是PcE PcE可以在低温的情况下就达到质量传输区域 因为质量传输区域就代表什么呢 质量传输区域就代表在这个环境下会有化学反应速度很坏 所以才会被气体所控制 那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在低温就达到质量传输区域呢 就是要大快提高化学反应速度 那就在低温的情况下成成了自由基 那靠的就是什么 就是要靠电降 或许是怎样的 不稳定的化学原材料 比如说臭氧 All-3是不稳定 All-3很容易裂解出All-2的自由基跟氧气 臭氧很容易裂解成一半的氧气跟氧气 所以臭氧本身呢 你放着放着它马上自己就会裂化 就会裂化 就会裂解出来 所以不稳定的化学反应物 也很容易产生化学的自由基就像臭氧 在低温的反应下也会达到高的化学反应速度 对温度会出感 这是臭氧 不过大家会都不会选择像臭氧这类的东西 气体都希望找稳定的气体 我们希望靠的是人物为来改变它 就是利用电降来改变它 希望它在储存的时候是努力的 我要使用你的时候你猜 可以受我的 操作和改变你的 肯定性是最好的 所以可以看到 整个半寒厘工业最常使用的界限值螺末 就是以锡为基础的 氧化锡 氮化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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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氮化锡 氮化锡 氮化锡 如果是Low K 通常后段的 金属连接线的绝缘层 就会参了一些 碳 或者是让它给它扑动化 比较松散的SICOH 来降低它的K值 那这里就有氧化锡跟氮化锡的比较 氧化锡呢 它的界限强度 跟氮化锡比较一样 但是锡蛋鉴解会比较强 锡蛋鉴解都会比较强 所以两个界限强度都会合 但是呢 二氧化锡的K值是3D 氮化锡是7 左右 氮化锡的缺点就是 它对水跟可移动粒子的阻挡能力不好 也就是如果今天没有 金属监谷的约书 贾纳这些粒子 它很容易穿透 氮化锡 但是氮化锡很致密 氮化锡本身很致密 越致密的东西呢 水汽跟移动粒子呢 就不容易 穿透它 它就可以当很好的阻挡手 所以單化性通常是用在最後一次的阻擋程 它比較不希望放在前面 因為單化性的距離就是界電層數比較高 界電層數越高呢 它會造成電路在跑的時候 破壞了R型開滴類 因爲K值越高電容值會越大 電容值越大就不利於電訊號的到處操作 因爲它會操作大的R型開滴類 跟電子區有關 那再來是什麼呢 紫外線容易穿過兩化性 但是單化性可以擋住部分的紫外線很好 所以單化性的保護力道比較強 但缺點是K值高 K值高 所以它通常用在最後一層才用它 而前面的IMD Inter-Metal Diet群 或是Intern-Metal Layer 或者是Intern-Layer-Diet群 都會選用兩化性 或者是把它K值再降低一點 參加一些碳和其它的情緒 那整個制程當中呢 前面講過SEI SEI就需要 Isolation 溝槽挖出來之後 就要去填 2R87 而你的溝槽如果孔洞很小的話 你就要用TOS去填搭 或者是用HDD去填搭 那這個做法是用在怎樣呢 製程技術液鞋面 你需要縮短越小的面積的時候 你就需要越展HDR 因為我們先會講過 SEI是原件跟原件之間的 Isolation 這是一個原件 然後這是R3 這是R3 這是Isolation 然後做一個電競體 然後做一個電競體 當電路尺寸在微小化的過程中 我們都希望這樣 STI的寬定 也要越小越好 你隔絕的地方 如果用的很大面積 就很浪費了 你希望每一個透天跟透天之間 每個電競體跟電競體之間 都要有隔絕 但是隔絕的面積又不要太大 因為它會消耗你晶片上的面積 所以我們都希望這裡越小越好 可是越小就代表什麼呢 你挖的孔洞就會很小 挖的孔洞越小 在最後填R再填進去的時候 很容易又產生什麼呢 產生旋律 所以這時候就知道 有什麼表面切移率高的做法 那這做法有什麼 要嘛就是使用TOS 要嘛就是使用什麼呢 用HDPCVD 就是邊沉進邊轟起 沉進轟起再轟起 主要就是用這兩種做法 或者是使用什麼呢 高表面切移率的原材料 比如說臭眼 或是這種東西 所以這裡就拿來 所以我們常在使用的 要用TOS的材料 或者是HDPCVD 好來變衝這個東西 好我們這邊先休息一下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